哈囉大家好 今天在玩具給酷 來找歐道玩順便開箱一個我覺得是最好看的鈴波神 HunterFan工作室 新世紀福音戰士鈴波靈柴和尚印刷了兩種頭條的圖片印得蠻有品質的 另一邊就寫鈴波靈的英文沒什麼 再轉過來神話的13號集 一打開有副組裝手套 一張沒什麼用的注意事項 一張講不明白的說明書 這次一共一箱兩層東西比我預期的少 先來看底座高品質的印刷跟手寫變好 因為立場影像紅通通的水就像我阿嬤做的蒟蒻加醬油 碎石根源就超級的好看 從大到小往上就很有感覺 另一根像火炬的3D列印的感覺 直接插上 主角的身體也是一流的細節呈現 破損的駕駛服做得非常細膩 身體的曲線跟肢體設計就非常的靈柏靈 皮膚顏色上到看起來有點柔軟很厲害 肢體語言真的是設計得很好 胸前抱的這顆應該是初號機的核的概念 該基兔的也有基兔 而且靈柏的尺寸是正確的 整個背的駕駛服都被炸肥 就剩下兩條像長襪一樣的存在 塗裝質感都是非常光滑 一點顆粒感都沒有 衣服關節皺著非常勝利其勤 尤其手腕膝蓋做都是我覺得處理很好的 上去等一下 神話13號機做得像模型一樣完整無敵的還原 所有結構細線位置都很漂亮 就很令人開心的品質 但是這樣畫到最後再組裝我這邊先故意做一個錯誤的示範 這時候看過最美顏色的羽毛翅膀 角度很漂亮摸起來也很舒服 就是有點不太好安裝 背後卡好了之後 羽毛尾斷還需要固定一下 好好版有兩顆頭 還原動畫的跟擬真的 我是還原派 另一顆也有頭雕座一起展示提款容易 然後接下來剩一大堆就在沒組裝上去也沒有插的小零件 這很像XBOX那個按鈕 往歐大頭上放下去再放上一片蒟蒻 這邊要請13號出門走走 放上覺醒光圈 再放一顆很像共玩的共玩 然後再組裝13號 GK大佬堅持不看說明書 最後丟上小煙條 依照位置插入五個閃亮亮 這應該是量產機最後變成星星的那個意思 組裝完成那來看看鐵牌 還是老樣子一整個雕像的鐵牌 沒有編號體素也沒有配立架 說我們歐大不配嘛 還好我們自己庫存很多 那這體的高度約642公分 底座才22公分寬 就是有點上寬下載 神話13號機跟靈波神 劇場版跟電視版的神在同一個畫面 構圖我是覺得有點勉強 但整個品質跟細節都算驚為天人 沒有可以挑剔的地方 而且我相信下一款明日香 也準備要長了以這種品質跟面雕的還原度 明日香還是可以整個脫掉的 喜歡的朋友趕快跟玩具給庫聯繫吧 謝謝觀看 記得按訂閱 掰掰6